西方有蝙蝠侠 知识侠 西方有蝙蝠侠 蜘蛛侠 欢迎来到ZoomingChina 我是Holly 我是Vanessa 我是Jade 这是一个中文学习频道 帮助中文达到终极水平的朋友更上一层楼 我们想给大家带来 最新最热最地道的中文表达 给大家有趣有料的体验 我们亲爱的23位订阅用户 哈喽大家好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你们的中文水平 已经进入了世界前20几名 不错了 不是23是22 太久没有更新了 掉了一个 就都怪Holly去考试了 这锅我不背 明明是大家都想休息的 不要甩锅 甩锅什么锅 中文不好都以为你在炒菜 黑锅 背黑锅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词 背锅 那还是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读音 背 一声 锅 也是一声 连起来 背锅 这个词呢 字面的意思就是背上背着一口锅 这个锅是什么呢 黑锅 黑锅是一种比喻 也就是指别人的过错 或者是责任 这个词是一个动兵结构 背呢就是承担 承受 那锅呢就是一个比喻 也就是刚刚Holly说的是别人的过错 所以背锅呢你就是替了别人受这个过 相当于英文的那个Skate Go 替罪羊 对 那多次背锅的这个当事人呢 我们很尊敬的称他为背锅虾 西方哈有蝙蝠蝦蜘蛛蝦 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扭特别伟大 其实最伟大的当属 背锅虾 OK那强行让别人来背锅这种行为啊 我们称之为甩锅 对 那起初呢 背锅这个词用的最多的地方 其实是在游戏里 在团队游戏中 输掉一场比赛 往往每个团队成员都是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玩家往往会在失败后 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其中一名玩家的失误 俗称背锅 然后多次背锅的游戏玩家就是尊敬的背锅侠 那么游戏结束后 强行让队友出来背锅的 就这个行为就叫做甩锅 那这个词现在就不仅是用在玩游戏的领域了 就是生活方方面面 我们都是有这个锅来背的 对特别是在职场 领导的责任 领导永远没有责任 对领导责任就是你的责任 领导的锅你永远都得借 领导的任务就是甩锅 我的任务就是背锅 那我们刚才说了 背锅是一个动词加上名词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这事我不管 你找别人背锅 分开来 这个锅我不背不是我的错 对 大家有背锅的经历吗 我最近的话 好像我从来不背锅 我只偶尔甩锅 都是在游戏当中 不是那种游戏 就是桌游 剧本杀 然后我发现我要被抓住了凶手 这个时候立马甩个锅给旁边的一口咬死是对方干的 对这个就叫甩锅行为 其实我最近好像没有 但是以前就是是被别人甩锅锅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职场上吗 嗯对就是呃当时是就是我们那个部门有一定的变动 嗯然后呢大家就很想都去一个新的项目组 所以就是大家的竞争都非常的激烈嘛都在报名 然后当时我跟同部门的几个好朋友就是关系当时还比较好的人一起出去吃饭 这个时候我就接到我领导的一个电话 然后他就是跟我讲那个新项目什么什么事情 我就顺嘴给他抱怨了几句就是可能其他人怎么怎么样 然后当时是所有人都坐在那里我也没有回避他们嘛 我就正常接的电话 结果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有人以我接电话的这个内容去投诉了我抱怨的那个人 就是而且投诉的内容跟我接电话说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那个人后来被公司处罚了或怎么样他就一直以为是我投诉了他 啊你这个属于背了什么波 对你这个属于那个人被 其实我没有去走震荡的公司的途径去投诉他都跟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打电话的时候没有回避那肯定就是听到我打电话的那几个人 去投诉他了 但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做的是我投诉的他 包括我离职了以后他们现在都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做的 我导致他的公司处罚了 但你知道是谁吗 我不知道呀 OK 你知道是北黑锅了吗 这个时候中文不好的朋友解释一下哈 这个锅是指Vanessa 别人觉得是Vanessa去举报的 对啊 他这个锅其实不是他的对啊是某个人就是在场听见我打电话的其中某一个人 但是我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嗯啊这个过错的话应该就是投诉这件事不太好对吧 然后但是因为啊别人用了他的话所以他背过对嗯 教育我们就是不管就是你觉得跟你一起吃饭的人可能是跟你关系比较好的同事 嗯 要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出去说吧 刚才说的呢职场全是锅嗯 嗯还好我知道坑多我一般都不说什么啊 中国人的承诺也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锅比较多不是用来炒菜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热词就聊到这儿总结一下 背一声锅一声背锅对两个都是医生啊他的意思就是带他人承受过错嗯 对那也是呢得词甩锅背锅侠对对 背锅侠就是尊敬的背锅侠替万千人万千群众承担过错甩锅的人呢嗯不太好对吧 希望大家都不要当背锅侠也不要干甩锅这种事情不太好对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欢迎给我们留言 感谢收看zoom in china 最后我们想说感谢科技让世界货币 拜拜